香港的飲食文化 果然是原粒环片冰冷了的味道 嘩 突然間有一點感動 大家心目中覺得 最代表香港飲食文化的食物是甚麼呢 Hello 林地 香港有這麼多好食物 今集我要挑戰 吃盡香港的地道食物 我之前已經在IG story問過大家 大家覺得有甚麼食物 是最代表香港的飲食文化 今天我要做一個問題 特別一步 就要發掘一下香港的本地食材 究竟香港有多少本地食材呢 立即出發去找找 早安 現在是早上的7時 我們要去吃早餐 我們來喝茶了 喝茶喝茶 還包含了 燒味 吃完早餐下一站 都是去吃早餐 要吃了這個飄選冠軍 大家心目中覺得 最代表香港飲食文化的食物是甚麼呢 就是 就是 燒賣 大家果然很喜歡吃燒賣 這塊是要辣的 飄選冠軍是燒賣 但當然大家都會說 這個 咖喱魚卵和腸粉 很好吃的燒賣 我希望 今天有時間要吃 懂得吃 當然要吃陳皮魚卵 要喝 豬腸粉 現在要喝東西 最後是甚麼 當然是涼茶 現在要一杯蟹醬 小的 因為我身體健康 所以我最後這個涼茶給我喝蟹醬 很清甜 耶 還有精靈 要吃這個票選的第二位 就是甚麼呢 雞蛋仔 雞蛋仔格仔餅 都是用這些 雞皮袋 很通燒 因為可以 休息一會 不 最經典的格仔餅 午餐就去吃了一碗雲吞麵 不過這間就普普通通了 說起這個本土品牌 現在很多店舖都寄買這個 香港品牌 MADE IN HONG 的產品 接著會帶大家 就是尋找這個香港品牌的東西 香港圓物 這個是在香港 採物的蜜糖 我們選這個 安樹圓物 可以有作改善腸胃問題 這裡有很多MADE IN HONG 的飲品 這些是那些什麼 益生粉茶 這裡有那些本地發酵茶 然後有奶茶 很出名 山浪 吃飽吃制 我根本沒有要吃制 究竟要買多少腸胃的東西 3點3的餡茶時間 香港餡茶最喜歡吃甚麼 就是蛋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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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麵 但是原來這個湯 就不是滷湯 嗯 嗯 嗯 好像港自家本地的辣椒油 嗯 奶茶吧 嗯 奶茶最重要 夠香 茶香 還有夠鹽 不知道大家喝奶茶的時候 除了留意奶茶之外 除了留意奶茶之外 除了沒有留意到 它用甚麼盤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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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好吃吃這個動宇醋 我很喜歡喝茶餐這個動宇 warmer茶 我覺得只可以拿茶餐 WHEN fellowship 才可以給我喝這個感覺的動宇 recommend 我們到日本品牌就一定要說 就是豆粉廠 香港呢不少有豆粉廠 我自已經也拍過幾間 那所以呢 說到香港人自家製作的食材 就是一定要說 豆腐 豆漿 腐乳 這幾類的啦 我知道這裡呢 附近有一間豆粉廠 帶大家去 如果細心留意 會發現很多豆品店都還保留花馬社價錢 煎釀豆腐 很香豆味 香港的豆品廠通常都是自己的廠房 就叫前套後廠 很新的時候 立刻在裡面做完 就可以在外面買和吃 大家有看到我都知道我喜歡吃旺旺了 之前有些邦輪的Post問大家吃豆腐是怎樣吃的 究竟是偏著這樣吃 還是瘀碎他這樣吃呢 究竟是偏著這樣吃 會瘀碎他吃的 偏著這樣吃 來到長生華麗桌 我一定要帶大家去我很喜歡的一間醬料店 基本上是本地自己的醬料店 已經在這裡很多年歷史了 全部剪一剪的東西 大手入貨 也不是大手的小手 因為我最主要就是買它這個 鹹檸檬 用來做這個 即是豆喉龍好媽 好媽以前也有浸 我們拿一粒出來很矜貴 因為要浸很久 起碼要浸幾年 五年以上才可以拿出來喝 還有它這些都是自家製的東西 這個是前鋪後廠 後面的廠是自己炒的 麵豉醬 豆瓣醬 全部都是自己炒的 在地獄製作的之下 它還能不能把我的廚藝化褲柳為神奇 好了展覽家 就來到港島這裡 因為我知道這裡有個設計節 是有些關於香港飲食文化的展覽 聽說他們還將本地食材混合和配合 會震驚美女 就是PMQ Detour 2023 Design Festival設計節 這裡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展品 當然還有我們香港特色的展覽 這些玩具就是幾個學生給自己設計的圓名 有貼紙 還有我最喜歡的危紅燈 上到四樓看到這個球 很特別 好啊這個 港式的味道 原來是吃雪條的 對了 我走到這麼久都有點熱 好啊 我是文迪 你們這個BOOF很特別 我們這個BOOF就是關於雪條 因為今年他們的主題就是關於一些工藝的東西 我們在想 雪條可不可以有一個工藝呢 然後我們再看的時候 雪條其實除了好味之外 其實它有另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它有一個很興奮的 應該是設計了七碗新的雪條 我們有一本叫做湯圓 湯圓味的 湯圓形狀的 湯圓形狀 湯圓味的 湯圓形狀 這個特別之處就是 它融了 它不會沒有了 你還可以吃到它 蛤 不會融的雪條 不會走樣 應該這樣說 還可以吃得到 凍邊爐是打邊爐的意思 打邊爐就是很多蒸氣 我們就用這個凍的氣體來代替雪條 這個不是吃的雪條 這個是索的 索的 索的雪條 就是在BREAK THROUGH 大家傳統對比雪條的概念 雪條也是一種很親民 很容易engage 到人的一種 也可以帶到人很多快樂 但是我們好像這麼多年來 雪條也是仍然一枝雪條 我們透過這次機會 就想探索一下 其實是否有更多的可能 被人感受到設計家科技 可以有什麼可能性 很多 那你混過最特別的味道是什麼 我們有混過豉油 蜜糖 我們在香港 蜜糖雞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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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雪條時間 哇 耶 吃雪條 我試這款是叫雞蛋仔 它不是雞蛋仔的味道 而是每粒都設計到六邊影 所以拼齊到雞蛋仔的形狀 味道分別有沙薑湯 華莓和鹹檸餐 還可以做到立體 我的藝術品 厲害 很激烈的 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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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Derek也可以參考一下 嗯 簡直是圓粒華莓 雪凍了的味道 超好吃 生薑 番薯糖水 薑湯 鹹檸七可以當野飲 我們看看 哇 好香啊 好大股豉油味 果然我的鼻子真的很美 這裡就是 說了醬油 你看看有些黃豆 在這裡 這個就是一個等待發酵的狀態 發酵 也不是這樣倒黃豆就算了 是要這樣撩一下 個人看看 這裡有些波紋 是要這樣撩一下 要通風 發酵也好些 下面這個就是發酵了 第二個中指就是 我相信 那些醬油香味就是這裡發出的 他們在研究中 用一些藍燈和綠燈 去釀製一些 曬豉油 然後究竟能不能在室內做到這個 其實我們做這個主題 就是看到 因為古洞北和粉靈北 這個新發展區 它就收地了 就看到香港很多傳統的 豉油廠其實都面臨被迫遷的問題 對 惡於土地問題 那究竟 他們可以有一個什麼出路 其實都是還在做一個實驗 就是想知道 究竟用我們的機器 會出到一個怎樣的效果 的龍豉油 我們的目標 都是想做到 類似傳統的豉油的味道 我覺得很注重 傳統一些手工藝的東西 所以 所以 所以當時 就 覺得 其實做這個題目 都不錯 可以令到更多人知道 很多種不同的豉油 但我們沒有想過 究竟 其實它在哪裏 原來香港 是會有自己的豉油廠 這個也是接觸了這個項目 之後才知道 然後來到一個很緊張的環節 是什麼 就是 試豉油 我也很喜歡豉油拌飯 所以我就這樣喝這個時候是沒問題的 我們要聞一聞它 好香喔 嘩 好鹹 我也很喜歡豉油拌飯 所以我就這樣喝這個時候 是沒問題的 我喝得太大膽了 慘了 我會 我會神有事的 怎麼辦 是好吃的豉油 但我喝得太大膽了 我先喝點水 不好意思 大家來到的時候 要試一個豉油 我記得是 尾它 不是喝 這個時候很香濃 這個時候 尾到那種厚度 就像我這樣 做人有厚度 就是這個時候 可不可以找我錄廣告嗎 做人要有厚度 事人也要有厚度 接著我要來到這個展覽 這個展覽 真的非常吸引我 因為它有很多香港製造的品牌 食物 你知道很喜歡這件事 這個展覽 它還有得現場試吃 我當然不可以錯過這個食物的機會 就是試吃剛才看到的香港食材 同台想吃 很漂亮 花了心思 還有一些 菇 就是剛才看的香港圍菇 蘿蔔 蘿蔔 醃蘿蔔 還有這個 丸腸珠菇 還有這個 發酵茶 黃皮桂花烏龍發酵茶 白蘭樹下的 這是樂神花蜂蜜酒來的 魚塘蜜魚的 紅樹林蜜糖 我不客氣了 菇 有三款的菇 醃蘿蔔的版本很漂亮 醃蘿蔔我真的超喜歡 它辣辣的 因為它是辣椒醃的 很爽口 本地的蘿蔔就是這麼爽口 蜜糖 放一些番茄瘤 吉仔 還有兩朵小花在上面 然後製作了啫喱 蜜糖啫喱 這個蜜糖啫喱 連同番茄瘤的口感 非常之好 有兩樣飲品 這個就是樂神花蜂蜜酒 發酵茶 已經完成了這個體驗的餐單 我沒想過可以在一餐裡 有這麼多樣的食材 基本上所有食材 都是來自香港本地的 因為有時候聽或者說 或者可能你會一兩樣 我覺得很珍貴的 這一餐本地的食材 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 而我可以在一餐裡 試到食物、甜品和飲品 都是來自香港的 突然之間有一點感動 我覺得香港做食物 其實它有很多限制 還有很多可能性 我們就想把一些食物 其實說到背後 不管生產過程當中 它創作的意念 它的想法 以及突破了一些客界限的 裡面很多品牌 都是一些很小規模的製作 因為香港地少 還有人工貴 所以他們很多都是一個人 或者兩個人包辦他們的行為 讓大家知道 原來這群人 都真的可以 即是可以很少的人 但能夠出現一些很大的力量 我知道這個 剛才這個體驗 都出了你的心思 那你在整個設計的過程 你考慮了什麼 我沒有落到很多功夫 因為我想把食物的原味 帶給一些來體驗的人 讓他們知道 那個原味是什麼 這個環節是想 可能體驗者體驗到什麼 首先他們 令他們覺得 香港是出產到食物 做了一個地圖 就是想告訴你 其實香港出產了很多食材 有很多香港特色的食物 然後他們經過很多心思 和創作 其實可以變成一些 我們日常可以吃到 又好吃的食物 在這張台 被人吃著的時候 又看著香港的地圖 感受到這種 我們未來有沒有可能性呢 請用字筆記 你想像哪種香港味道 製作成朱古力 你覺得哪種好 牛腩味 燒味 因為我收到我的期望 好久已經走完這個切雞節了 真的想不到這裡 可以讓我吃到一些美食之外 找到一些本地食材之外 簡直是讓我大開眼睛 我覺得是 開拓了我的思維思想 就是要欣賞食材 其實食材真的來得不易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來這個展覽看一下 有得打卡 有得玩 有得吃 有得吃 現在就來到佐頓 這間是獲得米芝蓮的高品店 有得吃 每晚都未吃 我先過來吃甜品 因為我們附近就是一間中式甜品店 竟然要派對 就是大家和我一起未吃晚飯 但是趕快去吃甜品 有這個合肚 還有這個 番薯頭水 我最餓的 現在就回到大煲了 開始吃我們的晚餐了 車仔麵 來 vaak 老實 車仔麵 女朋友好喜歡吃 因為我們有 aquela 車仔麵單可以忌忌忌儌包 concur 選自己喜歡的菜 對嗎 我現在擠了五個飯 看得 spirulog 可見了就叫死 辣味蠻好吃 這間豬端很好吃 酸仔可能放在車擠麵很奇怪 但既然出賦意料 有人投票酸仔 覺得是代表香港的食物 菜是好吃的 辣也好吃 這個尖椒很好吃 很辣 大到落地水 可能車擠麵也有香港製造的豆漿 好飽啊 吃完我車仔麵 臉都立刻醬了 我現在要回家休息 累了 眼睡又飽了 要回家休息 偷了兩三個小時 接近凌晨 我們又出動了 牛腩 宵夜 這個牛腩很厲害 不是普通牛腩 它是崩沙腩 哇 看多厲害 我吃過很多次了 這個呢 現在的崩沙腩 超值得吃 47元 我去第二的崩沙腩很貴 要80多元 很棒 湯很棒 很好吃 哇 聽到炸炸的聲音 哇 還有臘味 烤製飯 重頭起 那些飯椒 哇 刮下去脆身 這個也算OK 它的臘味多一點飯椒 嗯 很好吃 哇 這個飯椒 嗯 超香 哇 好吃 吃完了 回到家了 不可能可以休息 我吃東西的運動是不停的 現在是凌晨的1點半 可以吃回剛才買的咖哩 Made in Hong Kong的東西 那就是這個 香港原物 還有這個益生菌茶的 九幾護肝 適合夜費的人士 就是我們現在 參加馬來西亞的朋友 是 嗯 有一點點甘味 很香 九幾味 但其實味道是 很麻煩的 好像還有一些發酵的味道 發酵的感覺 但是我還有益生菌 所以我覺得 對我今天吃了這麼多東西 都是非常有用的 文迪 跟我們的咪咪在一起充電 準備一會兒再吃東西 起床啦 只剩三個小時 起床吃東西啦 繼續吃啦 你今天要吃東西啦 好了 又早安了 大家 我終於睡醒了 那麼我今集這個挑戰呢 吃得多少 有多少的香港地道美食呢 就來到這裡了 那麼我在這條片 我也覺得玩得很開心的 就是大家的挑選 有一些是 我覺得是驚喜的 有一些呢 我都預計了 這樣也很喜歡吃的 其實呢 原來香港有很多本地的食材 不過我們呢 就是沒有留意 或者是 不知道 或者是 不知道在哪裡買 我自己就是知道 可能是一兩個品牌 但其實原來呢 香港呢 都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默默地努力著的 還有今次去Dentura的展覽 我自己都覺得 我益良多 無論是美國上 思想上 還是知識上 都闊闊了 好了 喜歡記得like share comment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今次成縱 你覺得很代表香港文化的食物呢 就留言告訴我 或者你都認識很多 不同的本地食材品牌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下次再去找東西 好了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